我发现就是 因为蔡霞他指出 就是中华民国 他在1996年之前 其实并不是一个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并不是一个 现代意义上的民权国家 那他指出这个事情之后呢 就有很多人去攻击他 而且呢 他就是 他是那种扣帽子那种形式 这个号可能很多台湾朋友都认识 他应该是一个就是大一统派 然后他就去挂蔡霞 然后去攻击蔡霞 说认为蔡霞是被 有心人世界用推动 而且说什么 两岸红绿共 绿共 这个话都出来了 那非常非常糟糕的 然后 说这个 说是什么构建 创造历史 就意思说蔡霞不尊重史实 什么的 反正蔡霞特别生气嘛 然后蔡霞就说 你根本 你不是在讨论这个史实 你也不是在讨论论点 你是在挂人 扣帽子 就是搞批斗 就跟文革时候 搞批斗是一样的 所以蔡霞就很生气嘛 对 所以其实就是蔡霞老师 他开始摆出 他的这个观点之后 那肯定就会遭遇到 中国 大一统思想的 这些人 无论是亲共 还是反共 只要他们是有 大一统思想 认为说台湾 就是中国的 一部分呢 等等的 就这些人 那他肯定是 对 会攻击蔡霞老师的 所以说 当然我是很支持 蔡霞老师的 但是 我觉得这就是 其实就是台湾议题 在反共中国人中 其实是一个很难 就是很难去触碰的 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任何人 在反共的中国人里面 要是敢 敢去 甚至是碰触 这个台湾本土价值的 这个议题 只要你不是完全反对 台湾本土价值 知道吧 只要你不是 完全站在 大一统一边 你只要敢去 碰触这个议题 敢去讨论这个议题 你像蔡霞老师 他做的只是一个 对于实时的 一个讨论 对吧 蔡霞老师也没有说 支持民进党呢 但就已经快要 被扣上 这个绿共的帽子了 对 但是我觉得 希望更多的 反共的中国人 可以站到 蔡霞老师这一边吧 只能这样讲 这样蔡霞老师 受的攻击就少一点 那我觉得就像 MeToo事件 中国的民运 分为支持受害者 和不支持受害者 好吧 那我觉得这应该是好事 就是免得 所有的反共的中国人 有声量的反共的中国人 就是基本上 好像都被划归 有大一统思想 那一派 我觉得是蛮不好的 一个事情 总之呢 就是蔡霞老师加油 有一个蛮好的消息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台湾的外交部 终于 不指明的 把联合报 报假新闻的 这个事情 说出来 但是没有指明 其实到现在 外交部也没指明 但大家都知道 是说联合报和中时 那就是外交部 条列了一下 就是从去年开始 联合报所报的那些 抹黑台美关系的 假新闻 从去年三月开始 就抹黑 说蓬佩奥到台湾 是来退销公司的 等等 说什么 来卖 来卖飞机的 说 是来监军的 是什么 毁台计划 说要炸毁台机电 什么什么的 就这些 就这些 假新闻 就前两天 我不还跟大家聊 就是联合报和中时 是整版的假新闻的 在报 整版假新闻 那 就说 我也不知道说 这是 就是说外交部 会不会后续 有一些什么样的 动作 我觉得最基本的 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报纸 你去报假新闻 那其实可以被 就是说 你这是NCC也好 干嘛也好 就是你 你这是违背 基本的新闻伦理的 那 我们说一个人 在台湾 撒谎 对不对 撒谎 造谣 是有后果的 是不是 你可以 你可以起诉他 对不对 你 污蔑别人 你损毁别人的名誉 你造成很坏的一些影响 对吧 你都是可以起诉的 那凭什么说 联合报 他这样造谣 就没事 这造谣和新闻自由 是两回事 对吧 你新闻自由 是说你有报道 真实新闻的自由 但是造谣是另外一回事 造谣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譬如说 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报错了 对吧 你更正 道歉 或者是怎么样 你更新 那联合报 他是整版造谣 已经很久了 真的是希望 就是说台湾的外交部 台湾的政府 包括NCC 能够认真地来处理 这个事情 对 不知道是不是要处理了 我不知道 你们觉得像吗 是不是像台湾政府 就说终于在这个事情上 忍不下去了呢 希望是这样 希望就不是说只是点 就是点一点就算 这个事情触发 是因为联合报 连续两天报道 美国要求台湾国防部 军医局研发生物战绩 那这是最近联合报 报的假新闻 就现在联合报 已经完全就是 就是中共的党媒了 现在联合报 报的内容 就是中共党媒 你听听这个什么 美国要求台湾国防部 军医局研发生物战绩 就这种级别的假新闻 就很像 俄罗斯全民主卿乌克兰 那个时候 说这个美国在乌克兰 制造什么生物 什么研发生物战的 这些东西什么的 就是联合报 已经完完全全到了 就是彻彻底底的 在造谣的这个程度了 然后国防部呢 澄清说这个内容不实 那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也出面说明 这是假讯息 那然后因为这个事情 外交部可能就实在是 忍不下去了 这个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那然后呢 就是详细列了 这个一系列的 破坏台美关系的报道 那批评说 少数特定媒体人士 甘做统战假讯息的 在地协力者 斑斑劣迹 庆竹难输 那外交部全篇批评呢 没有提及联合报 那不过呢 就是说 就是这连续两天 报道这个事情的 这个所谓的美国 要求台湾研发生物战记的 这个还引用的 所谓的秘密会议记录 那这个媒体就是联合报 那就等于说不止明 所有的人都知道是联合报 就是说到说 这个阴谋论怎么办 就是说 譬如说那一种什么 我爸爸是民进党的党工 他告诉我 民进党里面很黑暗 都是贪腐 或者说是说 民进党有一个大的 未爆弹 未爆弹 我不能告诉你 但我有秘密的消息来源 怎么怎么着 就是问这种东西怎么办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它是阴谋论 你譬如说联合报说 它说是 隐秘密会议记录 那然后你说 外交部出来澄清 有用吗 没有用 对于相信这个东西的人 而言丝毫的作用都没有 丝毫的作用都没有 为什么 你以为他说了吗 是秘密会议记录 秘密会议记录 外交部怎么会承认呢 对不对 就是对于已经相信 这个事的人会说 那他肯定不承认 他会说台湾外交部 不可能承认 对吧 台湾外交部 当然不承认 是秘密会议记录 对吧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知道吧 就是说 习近平在中南韩里面 跟他的小情人 半夜说了一句什么话 就说你怎么反驳 你怎么反驳 对不对 有人跟你讲说 蔡英文 他在密会 什么人 他偷偷地说了 一句什么什么话 你怎么反驳 你怎么反驳 习近平告诉他的小情人 说他明天就要打台湾 你怎么反驳 你没有办法反驳 这就是阴谋论 阴谋论就是这样 你要 就是说 消除阴谋论的反应 他其实只能是 从体系性的上说 说你培养一个人 你做个正常人 好吧 你做个正常人 不要相信什么 习近平半夜 跟他的小情人 说的关于台湾的话 知道吧 不要相信什么 所谓的秘密会议记录 我一听这种秘密会议记录 就到此为止 我就不可能再听了 就是任何人来告诉我 说世界 这个事知道吧 只有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之类的 就是我不可能信 就是我一听 我都不信 我就不管他要说什么 我都不会信 当初这个俄罗斯全面 入侵乌克兰 那不是有一个法国记者 拍了一个影片吗 然后那个影片 骗了我的一些观众 包括我的一些老观众 就拿着这个影片 找我说 你看 你不要被乌克兰骗了 乌克兰就是纳粹 你看这个 法国记者 在乌东 采访这些人 就是他到这些人家里 他做访谈 看上去都是真的 听上去都是真的 怎么想都是真的 你不要被乌克兰骗了 就是骗了我的一些观众的 然后有一个观众 到最后 就是说 过了一阵子 过了很久的一阵子 他回来跟我讲说 他明白过来了 那个东西是假的 就是没有用 就是你知道 就是你想 他是我的老观众 他一直跟着我 我跟大家讲 那个东西是假的 但是没有用 然后但是你说 他会不会清醒过来 可能会 可能不会 我不知道 只有一个人 后来来找我 说他相信 这个东西是假的了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假的 然后 然后就 但是我知道 这种人 他下次还会信 他就是会信 他就是会信 这种莫名其妙的 这种东西 所以说 从根本上 你就要提升 一个人的素养 提升到说 他不相信这种 这种 就是莫名其妙的东西 但是阴谋论 为什么会得逞 其实就是因为 这个人本身 他对 他对什么东西 失去信心 就譬如说 那个后来 跑回来找我 说的确当初 他信那个 法国记者 信错的那个人 那个人 我跟他聊过很久的天 那个人 就是他就是 不相信任何的体系 知道吧 就是台湾政府 不可信 台湾司法不可信 这个美国也不可信 这个事实上 谁都不可信 那谁都不可信 只有你 你就是 在某个密闭的群组中 听到的某个 民进党的党公职的儿子 传过来的话 可信 其他所有人都不可信 只有他可信 就是说阴谋论的基础 首先是 你不相信什么 你不相信BBC 你不相信 纽约时报 你不相信 这个台湾外交部 你不相信台湾政府 你不相信民进党 你谁都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任何 就是有操守的人 说的话 有操守的媒体 说的话 你都不相信 你只相信那个 墙根的 墙角的 某人跟某人 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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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说的 偷偷说的 只告诉你哦 别人都不告诉我 咱们俩关系好 我才告诉你哦 就 你只相信这个东西 但是你为什么 只相信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 你不相信 其他的这些东西 你不相信任何 就是 就是你不相信任何 就说 我们通常认为 有信用的 机构 或是个人 你不相信他们 这是前提 这是前提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阴谋论 在台湾 会非常的盛行 是因为 中国共产党 他透过在台湾的 协力者 首先打掉了 你对很多人的信心 很多人跟我讲说 我过去很信任 蔡英文 现在我不相信了 我过去很信任 陈时中 我现在不相信了 我过去很信任 台湾的司法 我现在不相信了 就是所有的 这些东西 他是要 我过去相信 台湾国军 但我现在不相信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 在每一个说 我过去相信 但现在不相信的 那一个 那一个东西 他先是摧毁 你对这些东西的信心 然后 再告诉你一个耳语 偷偷告诉你哦 偷偷告诉你哦 然后你就信了 对 这就有点像是 就是PUA 就是那种 就是说 就是那种 在两性关系中的控制 他在两性关系中的控制 就很多人都说 就是譬如说 这种家暴 女家暴妻子的 先生 家暴妻子的男士 他首先第一个事情 就是要卡断这个女生 跟外界的所有的信任 就是把他带离 他相信的人 比如说 你很相信你父母 把你带离你的父母 你很相信你的朋友们 让你跟你的朋友们闹翻 最终这个女性身边 只有这一个男人 然后这个男人 喂给他什么 他就接受什么 这都是一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其实真正要去 反抗阴谋论 首先你要建立 就是建立独立的思考 建立信心 建立信心 这个信心不是说 就是说 怎么讲 就是全盘接受 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看纽约时报 但我对纽约时报批评很多 我看BBC 但我对BBC的批评很多 我看美国之音 但我也批评美国之音 就是 这个都没 但是就是 我对他们是 有信心的 知道吧 我批评他们 但我对他们有信心 这个东西 就是建立在 你不能对你所生存的世界中的一切 好人 好事 好的建制 失去丧失一切信心 你不能把它想成是 从头至尾都是坏的 全部都是恶魔 只有你耳语听来的东西是真的 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这是阴谋论的基础 这是阴谋论的基础 阴谋论的基础就是 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可信 只有耳语可信 对 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很难 这个是需要整个台湾全社会的力量 来做这个事情 对 那但是就目前来说的话 我觉得外交部 他明确的指出联合报的问题 虽然没有点名 但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迹象 希望就该起诉的可以起诉吧 这应该也可以起诉吧 希望该起诉的可以起诉 那然后NCC该调查的应该调查 就是说像联合报这种忠实媒体 他对于摧毁这种信心 摧毁这种信心 其实他们是主力 他们扮演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他不停的来告诉你说 你不能相信台湾政府 因为台湾政府做了什么 你不能相信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做了什么 就是对于就是摧毁信心这一部分 本身就是这些联合报 忠实这些媒体 他在做这个事情 小杰说智商真的是无比高强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就是那个一直跟我有过一段时间 互动的那位朋友 他的智商很高 他的学历也很高 就是你们不要以为 相信阴谋论的人 都是智商低的人 或者是学历低的人 不是 真的不是 他跟智商和学历没有关联 其实没有关联 他就是对于你 对这个世界的信心有关联 那一个人到底为什么会 对自己所在的世界 失去信心 失去信任 就是我不能明确的知道 这是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位朋友 他是一个心灵比较敏感 比较脆弱的人 然后他的生活中 有一些不太如意的地方 但他是一个智商很高 学历很高的人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 但他就是 但他就是脱不开阴谋论 就是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你说为什么 柯文哲的很多粉丝 学历是很高的 但他们为什么 被柯文哲骗得团团转 就是这些人 他的心灵 一定程度上是脆弱的 但他们绝不是智商低的人 也绝不是学历低的人 就是说他们有没有学历低 智商低的人 肯定有 肯定有 但我的意思是说 是说他跟学历和智商 并没有关联 但就是继续努力吧 继续努力吧 我觉得就是说 用比较土一点的方法 用比较土一点的说法 就是说 就是我们更多的去 去说正面 就是去说正面的 这个追求真善美的一些价值 去一些话 其实对于这种状况 是有所帮助的 是有所帮助的 就是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说 就是我不知道那些 相信阴谋论的我的 那些观众会不会 还会跟着我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就是说 我对他们而言 是一个拉的一个力量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知道 因为他们 因为就是有这位朋友 回来告诉我 说我错了 就是你知道 就是我是拉他们的 一种力量 并不是因为 我在 并不仅仅是因为 我在说正确的资讯 你们知道吗 其实并不是这样 并不只是因为 我在说正确的资讯 而是因为 就是我的性格中 有比较 就有比较光明和温暖 和柔软和柔软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这些东西 透过我的频道 传达给这些朋友 让这些朋友 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社会 稍微恢复一点点的信心 而他有了那个东西之后 他就可以对抗阴谋论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台湾 就是大家能够 去拉这些人一把 实际上是有可能 把他拉回来的 因为我是看到这个情形的 就他真的被 那个影片带跑了 然后后来也真的 回来找我 说他信错了 就是 就是你 你只能这样 一点一点的去拉 嗯 嗯